youtube 大家好我是Taka 歡迎回到日值週報系列的第三週 本集影片由Sourgear贊助播出 那因為這兩週有蠻多事情要忙的 所以單隊專題的部分可能要先暫停一下 不過還是幫大家整理了上週賽事的一些各隊重點 先看到羊連的部分 被視為是本季王者的軟銀在上週的賽程 對上近況不錯的火腿和歐利士完全討不到便宜 無場比賽的戰績是一勝兩敗兩合 整體的打擊近況也沒有說到太好 甚至要以軟銀的打線來說的話可以說到差了 會有種上上禮拜戰機能這麼好 原來是刷了C5三場的關係啊的感覺 那戰績比較慘,投手的部分也不少 先發東兵具和Moynello兩位先發只投了4局 Moynello是本季首度被攻破 那場比賽4局被打了7隻安打 然後是救援的Ozuna 雖然目前是84的救援成功 但也搞掉了兩場的勝利 最明顯的差異是他今年的WHIP來到了1.64 和去年整年只有0.69的數據有極大的差異 目前11場出賽只有3場是沒有安打和4壞出現的 到底終結者這部分有沒有需要調整 真的非常考驗教練團的決策了 而上週排名來到第二的是日本火腿 我在賽前就預測火腿今年大有可為 但他們的表現可以說是超乎預期的好 上週是拿了一波4連勝 打下了20分的得分,10分只有8分 無場比賽裡的先發 除了生涯首度開箱的福島連以外 其他4場都是優質先發的表現 其中20號和21號的兩場 北山宣機和加藤貴姿 還聯手送給羅德兩場的玩頭玩瘋 加藤貴姿在賽後也很感謝新莊監督 沒有因為前幾場的連敗放棄而持續對他信任 投手表現優秀,打線部分也是相當幫忙 上週團隊一共打出了6隻的拳雷打 其中Reyes,世紀開幕戰以來再度開轟 不知道在後面的比賽能不能趕緊調回手感 另外是田宮玉良的發揮真的很有感 新莊監督並沒有因為他在前面打得好 就一直讓他上場 還是相當有新莊的用人風格 不過在20和21號的兩場玩瘋比賽 都是由田宮蹲補 打擊也是兩場比賽都有安打出現 有沒有可能在年底成為12強的大黑馬呢? 再來上週羊聯排名第三的是歐利士 排名部分和前一週持平 歐利士在上週的火力非常兇猛 單週的團隊打擊率是來到了2成81 其中狀況最火燙的是羊將Cedinho 上週的成績是3x33打擊率 抑制拳雷打和6分打點 紅烈紅太郎的狀況也是很好 6場比賽打得9隻安打 再來是幾個近況 上週拉上了去年一度表現不錯的野口自哉 不過首場先發是首右外野 而最近期狀況不錯搶下先發二壘的西野真宏 因為跑壘拉上大腿 在22號被抹敲登陸了 野口應該可以順勢補上這個洞 投手部分 三下順平大本季的狀況不是太好 尤其是在控球部分真的超慘 目前三場先發累積的BB9高達8.63 被打擊率也有3x15 20號先發完之後就被抹敲登陸了 而羊將、Espinoza和工程大米這次狀況超好 兩位到目前三場和四場的先發出賽 常常都是優質先發 再來看到第四名 是從第二名滑落的羅德 上週是2勝3敗的戰機 打擊近況比較低迷一些 也不是打不出安打但就是很難串聯 21號的比賽對上火腿的加藤桂姿 打了9隻安打 其中還有2隻長打卻1分未得 兩場遭到火腿的玩瘋 導致5場比賽只有9分得分 打擊部分 除了Planco在上週有2隻拳雷打表現以外 其他算是沒有什麼太大的亮點就先不提了 投手的部分 16號的先發是拉上了唐川右擊 先發預告的時候我還真的以為我看錯了 然後真的是有點看不太懂 究竟是唐川這麼神表現回春 還是C5的打線真的太破 唐川攪出了6局7K無私分的內容 也幫助球隊最後是奪勝 另外後援的部分 林木招太今年表現超好 目前是連9場無私分的狀態 17號的比賽也拿了救援成功 然後準備要接任終界者的橫山路人 在19號的比賽救援失敗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順勢讓林木來關門呢 接下來看到是排名第5的樂天 樂天在上週狀況其實還行 雖然也是有兩場比賽遭到對手玩瘋 不過至少還是拿了19分的得分 但就是沒有表現特別突出的打者 好消息是淺春龍德的狀態好像有在慢慢加溫 阿布壽數也是在上週打得不錯 四隻安打裡面有三隻是常打 投手的部分依舊是老問題 先發投手掉的分不夠花 好消息是藤錦勝的狀況表現回穩 第三場的先發出賽終於是繳出5局無私分的內容奪勝 那樂天的部分我沒有看得太多就先講到這 最後是電體的C5 果然C5在首周的打擊爆發真的只是昙花一線 上週的團隊打擊率只有1x69真的超慘 整體也是電體的2x14 比央田那邊有投手要打擊還要來得低 然後一直把正中算是比較有固定在鏟出安打的原田狀量放在第9棒 我其實不是太懂 然後打擊就已經在慘了 狀況不錯的主戰捕手古賀優斗 還在蹲補的時候被球棒打到有點腦震盪的情況 完完全全就是雪上加霜的消息 倒是投手的部分先發依舊表現超群 上週無場比賽的先發全部都是優質先發 高橋光成 如果上上週所說的狀態其實很好 不過4月21的比賽 假設了7局11分的內容還是要吞敗 這個打擊狀況我是覺得到目前為止看下來 這機應該是很難救得起來了吧 再來看到央連這邊 央連這邊過了一個禮拜可以說是風雲變色 在第1名的位置基本上是每週都會換人座 這週登頂的是近期拿下了6連勝的板神 而且不只是登頂而已 板神在上週的數據可以說是神級的表現 36場比賽30分的得分,10分只有4分 而且對上的是現在在央連前段班的巨人和中日 這6場比賽根本是把兩隊當兒子打 不過打擊部分雖然打了30分 但有15分是在同一場打的 整體的境況來說是有比開機的時候好多了 但能不能維持還是需要觀察一下 那在上週這段期間表現最亮眼的是生夏祥太和前川佑金 生夏6場比賽打了9隻安打和5分打點 前川則是4場比賽5打數3安打4打點 投手部分和C5那邊先發群一樣 6場的比賽通通都是由直先發 然後後援投手的部分則是完美的0,一分未失 板神的鐵牛棚在熱身賽期間是被炸得蠻慘的 但那拍機後目前是繳出了12球團最佳的1.17後援防禦率 果然是去年的優勝隊伍啊 再來看到排名第二的是跌落龍頭的中日龍 中日在上週雖然是兩勝四敗的戰績 不過除了21號那場英宇被提前裁定的比賽以外 整體的打擊近況都還是很不錯的 然後有個好消息是剛年詠希回到一軍了 整個中日的打線估計會再有明顯的提升 另外是洋將卡利斯特 在高橋周平受傷缺陣後 開始已先發出賽的6場比賽中狂打了12隻安打 再來是上林城之的狀況也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今年中日的打擊近況真的是蠻值得期待的 不過脫手部分就有點慘了 柳玉野、Mechia和大野熊大 上週的先發都炸掉 尤其是大野1.1局16分退場 大概也是他生涯最慘 然後那天大野退場後 連主力龍頭的聖野昌信上場 也沒能逃過板神的打線狙擊 投了一局被打了5隻安打掉了5分 整體來說 今年的中日目前看下來 竟然是投手頻頻出問題 打線卻各種爆發 真的是相當一人意外的說 再來看到排名第三的巨人隊 巨人隊整體的境況可以從數據很明顯的看到 投手不論是先發還是救援的表現都相當穩定 這在上上週就有提到過 在教練團的調整上看起來是相當有一套 那在上週除了本季出現發的井上溫大以外 其他幾位先發投手的表現都相當不錯 尤其是尖野自知 目前三場出賽 投了20.1局 只有一分的自責分 可以說是相隔了幾年之後 再度找回連兩年折村場的身手了 而後援部分 如果獲得兩個下到二圈的投手 和版城的鐵牛棚相比 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尤其是吸管湧揚的表現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大勢在18號的比賽吞下了本季第一次的救援敗 最後打線部分就真的相當慘烈了 在上週連鋼盆核針都淪陷 這部分真的沒什麼亮點就先不提了 接下來看到是第四名的橫斌 橫斌在上週是兩勝三敗 投手部分看起來很慘 主要是在16號的比賽 洋將Jackson只投了2.2局就18分被打退場了 然後隔天又被招牌的BaseBolo 弄一個多調分吞下二連敗 橫斌目前打了19場比賽出現了15次的失誤 幾乎快要是每場保底一失誤了 這邊跟各位補充一個小知識 我還以為他們會有機會創下單季最多失誤之類的 但兩聯盟之以來 最慘的是1950年的西日本海盜的單季235次失誤 那個時期的日本職棒記錄不知道是怎麼記的 每隊一季至少都151以上 那在近代比較慘的是14年 由橫斌自己寫下的單季116次失誤 照這速度下去是蠻有機會突破的 最後講一下打者的部分 木秀屋的打擊在近期算是完全梳醒了 單週打出了4成的打擊率和兩隻拳雷打7打點的成績 野方足球隊在後面硬是拿了2勝 再來看到排名第5的廣島 廣島在上週的戰績還不錯 連續5場的主場比賽拿下了3勝2合的成績 投手部分先發表現穩定 但其實都沒有投的特別長 阿圖爾和大萊良大帝分別只投了4局和5局 不過後援投手的部分表現超級好 一共18.2局的後援局數是1分都沒有掉 還打了一場0比0的12局延長賽 整個禮拜後援都沒有10分真的很猛 其中表現最讓人注意的是1.5上 雖然是職棒的第二年 他去年也不過8場的出賽 而今年目前8場出賽都是無10分的表現 未來真的相當值得期待 打線的部分 廣島在上週打出了比板神還要高的團隊打擊率 不過得分都集中在16號的比賽 整體來說個人是蠻看好廣島 有機會在近期的比賽後是崛起 最後看到是店裡的楊樂多 楊樂多在上週春神蘇醒的帶動下 團隊是打出了7隻的拳雷打 球隊也拿了24分的得分 不過戰績卻沒有反應在拳雷打的數量上 主要是後面兩場的比賽 先發的板口號量還有亞夫蕾直接都炸了7分 個人覺得那兩場比賽有點輸掉士氣了 整體來說下週的比賽並不是太看好 那有關楊樂多這邊來報告幾個近況 十川雅龜本季初先發 繳出了五局無私分的內容 很可惜最終沒能拿下勝投 救援的部分 清水生今年狀況時好時壞 也有兩場失三分的狀況出現 相較過去幾年有明顯的差異 有點令人擔心 打擊部分剛剛提到的春上中榮蘇醒 目前在打擊率和拳雷打方面 是都擠下了鋼本合真站上首位 另外是Ozuna 在上週也有三轟七打點的優秀表現 最後是三田哲人 在4月20號的比賽終於是回到一軍 整體雖然不是太看好 但還是希望楊樂多下週能振作一點 OK 那以上是這週的簡短週報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請了結束